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在Richmond Park 你看我们听到多少小鸟的声音 这里的树三个都好露了 有些树在这里会超过八百年了 你看有些树 你看我 在Richmond Park 这里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小鸟 在我拉美里有五个青色的小鸟 还有他们有绿体 我们现在看看能不能找到他们 Richmond Park是伦敦最大的皇家公园 它的面积有2360英亩这么大 而且呢它已经有400年的历史 我们现在在King's Henry Mount 我们在这里会看到整颗Catadero的景色 如果你来到King's Henry Mount的话 其实要用这个望远镜 就可能会看到整颗Catadero 和伦敦的景色 看看 我们在这里会看到整颗Catadero 你看看我加好多 King Henry's Mount是其中一个view point 在这里呢 可以看到St.Paul Cathedral 找到了 鹿就在下面 我看到了 我身后现在有好多只的鹿啊 那里有 然后呢 那里还有一大群 可以看到他们吗 而且他们还是有脚的呢 在1637年的时候 也就是Richmond Park 刚刚行程的时候呢 当时的国王 在这一块土地这里 引进了2000头的鹿 现在呢 只剩下600多头了 这些鹿呢 是野生动物 所以 要小心它们 来园内的话 就尽量不要离它们太近 最好就是保持50米的距离 然后也不要喂食它们 不要为了拍照 而跟它们走得非常近 因为还是有机会受伤 它会用后脚踢你 然后也会用它这个头的脚呢 撞你 尤其是在5月6月和7月的时候呢 这些鹿妈妈 她会非常的凶 因为正值她的哺乳时期嘛 她要保护她的幼儿 然后还有9月10月11月 就是雄性发情的时候 那时呢 也要小心 就绝对绝对不要太靠近 这些鹿群 真的冬处都是鹿 你看后面有风的 那边还有很多只 那两个鹿在后面打架了 哇 这一次运气还挺好的 因为我们前几次来呢 都没有看到这么多的鹿 在园内呢 每年会有两次 就是他们会大规模的设沙这些路 一次是在2月 然后另外一次是在11月 在Richmond Park这里呢 你会看到两种不一样的鹿 一个就是red deer 还有另一个就是follow deer 在Richmond Park呢 可以做的东西还挺多的 主要就是徒步啊 骑脚踏车 骑马 然后还可以打高和敷球 它这里有一条trail呢 叫做Thomson Trail 它就可以绕着Richmond Park 走一整圈 超过十公里 所以走下来呢 也需要差不多 两个小时半到三个小时 当然咯 如果走走停停的话 就可能更久 飞上半天啊 一整天啊 都不是一个问题 有梅花在这里 这里真的很香啊 这些小花仔呢 有一个很香的芬香味道 很香的 闪回门 保留下来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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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这里也有三十个池塘 大大小小小 不同尺寸的啦 你们是想要钓鱼吧 你们也可以钓鱼的 但一定要记住 申请准整才可以钓鱼的 我们来看看 它的历史 我们看看它园内的地图 整个园区呢 就非常的大 它有六个不一样的入口 然后你可以看到有池塘 然后有很多的树林 然后有不一样的徒步路线 还可以骑脚踏车 也可以驾车 来到这里呢 一定要在它的 观点停一停 可以俯瞰 远处的景观 这里有一个 然后我们刚才就去了 King Henry's Mount 然后来到这里呢 还有另外一个 夏天的时候呢 会开来一点 但是在冬天的时候呢 它每天生日的时间都不一样 每个星期转的 好像它今天生日的时间 是跟着它日落的时间 所以下个礼拜呢 它可能会迟一点才生 所以记得check了 去个网站才来呀 其实呢 我们今天也准备了 好几个在园区内的景点 我们要去看看的 但是天黑了 Richmond Park呢 它是会关门的 所以我们下次再回来吧 下次再仔细地玩一玩 今天呢 就大致上的走了一遍 但是很重要的 看到最靓的路 和最靓的 鸟仔 对 这个路呢 我们前几次来 其实都没有看到 好了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 Bye Bye